古洛湖 所以說你看尾塞我們 田的親子古洛湖湖湖 就會發現 他的日期是 一個禮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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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來一間一萬人 所以說訓練我們的每一個人有我們的行動能力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除了塗金班還有一個解金班 這個我想應該是大家很想要了解 為什麼我們會有解金班 會有家長成長班 怎麼樣從塗金班變成 分成解禁班跟家长成长班 怎么样让这些家长不够成长 跟着我们一起来这些活动的安排 这些后来甚至可以参与我们的道场道理的工作 接下来下午的时间就是 怎么样从读经班变成道场的这样的说表 我们接下来请同房讲师 跟我们分享家长班跟解禁班 我们掌声一声 掌声欢迎 好 谢谢 多谢大家 午安 午安 这次从电视的时候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觉得对义儿圣堂这个场地 其实是要感激的 因为以前我们新兰新单位跟义儿圣堂 其实有时候上次我们是兄弟单位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大专班是一起合开的 那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就会 因为水上坛的那个 冬天的 那时候的那个热水 就是肾脏有点问题 所以冬天是没有热水可以用的 所以呢 就会愿意说冬天来的这样这里开大专班 然后下午我们水上坛开大专班 这样 就这样持续开应该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后期知道说 这个可以拉出来 然后里面是大专班 然后里面是大专班 然后这里是这里有来过 然后第一次开大专班 就很神奇 原来可以这样子设计 那 然后 就非常的 就是 有时候原本就是这么的奇妙 那 在更早后学来吃高中生的时候 对 然后学来佛堂过高专班 那 那时候高专班的超值 就是班实在现讲师呢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 那 然后下面也是都一起进图计班这样 所以有时候 原本是那样的奇妙 好 那 呃 平衡图计班的那个解经班 或者说家长班呢 它事实上 并不是 那个规划内的 班会 也就是说并不是 就是 呃 这个图计班 起头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设计的时候 我要来开 亲子的图计班 它跟大家一样 都是 一间 普通的图计班 然后 后来 因为一些音乐 然后就转型成为 就是现在的这一个 亲子图计班 那 对 然后 那它为什么会变成 亲子图计班呢 呃 很简单就是 因为招生 人员的关系 怎么说 呃 如果你的小儿子 是一个幼稚 或者小一小二的学圈 对吧 那 只不过他已经案 你放心了 他一个人在你身上 他会学圈你的家 这样 你要自己放枪 应该就会 应该就会便宠 那也就是说 呃 呃 呃